市場黃偉哲手持棍棒 一邊接著一邊打的是這指服的金春牛 最後一邊落下 緊接著是火化儀式要恭送春牛 這位新的一年祈福 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儀式 是台南正統入爾門聖母廟 每年元宵的重頭戲 今年因應防疫取消搶春牛活動 但邊春牛照常舉行 依舊熱鬧 今年春牛要來化雕 讓它花圍 這個意思就是要讓它們天堂來貴圍 讓它們交際 可以讓我們歡感平靜 小巧可愛的春牛吊飾 還有限量300份的平安御守 內裝有虎化後的春牛灰 有著五穀豐收 裁員廣進平安的祝福意味 吸引不少民眾來領取 五點半就來排 怎麼會想說這麼早 因為媽媽請我先來排 難得可以拿到春牛 有只有紀念啦 銀杏村慶元宵 地方民俗盛世 每年吸引數十萬人來觀賞體驗 熱鬧喜氣也令人難忘 我們下周 土壇 人 我們下周 我們下周 下周